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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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承了自己的爱情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赵爸爸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他说 我认识孟佳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我知我的女儿是有志气的 我不怕人言 你们要稳定就自己去办 我觉得仪式并不能加增什么 看来老爷子对这个成龙快些挺满意的 是 在1936年1月呢 陈梦佳和赵罗蕊喜节连礼 那天呢 他们二人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办公室 举办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婚后的生活呢 条件也非常简单 就寄住在好朋友王世襄的家里 王世襄是干什么的 这个王世襄呢 就是后来著名的文物收藏家 鉴赏家 他和陈梦佳夫妇呢 算是一生的挚友 王世襄家呢 有一个二十多亩的大园子 位置非常好 就在燕京大学的旁边 陈梦佳夫妇呢 就住在这里 这是他们居住的第一个家 这么好的环境 他们可以勤心地搞学术研究了 是 按理说是这样 可是呢 好景不长 怎么了 陈梦佳夫妇婚后第二年 也就是1937年的7月7号 北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当时呢 日军是席卷了华北 战争一打起来呢 立刻是人心惶惶 老百姓纷纷从北平前往内地 陈梦佳和妻子呢 也是被迫离开北平 辗转长沙香港 最后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落脚 陈梦佳在大学里当老师 当时呢 学校是有个规定 一对夫妇不能在同一所学校教书 于是赵罗蕊只好回归家庭 做了家庭主妇 在闲暇的时候呢 赵罗蕊就到联大图书馆去看书 据说连大图书馆里的英文书 他几乎是看了个遍 他英文这么好啊 是啊 他后来还当过英文的老师呢 当然了这是后话 当时呢 赵罗蕊不光是看书 而且还抽时间翻译了一些西方的文学作品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国学大师陈梦佳的故事 看来他在家里也没闲着啊 是 他们就这样呢 过着平静的生活 1944年 陈梦佳经汉学家费正清和清华教授金月琳的联合推举介绍 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学 妻子赵罗蕊呢 也随着前往这所学校 攻读美国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他又去念书了 是 因为赵罗蕊有非常好的英文功底 再加上他在国内就喜欢翻译一些欧美的文学作品 这也促成了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奇遇 什么奇遇啊 说起来呢比较有意思 在国内的时候呢 他翻译过一首长诗叫荒原 这首诗呢是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的作品 赵罗蕊是荒原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 结果他没想到的是 他和丈夫陈梦佳一起 在芝加哥大学 见到了这位他们心目中崇敬的诗人艾略特 是吗 真是个大惊喜啊 是啊 所以这次美国的学术经历呢 是充满了乐趣 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们夫妻俩呢 提供了一笔奖学金 赞助他们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 陈梦佳在美国期间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收集散落在欧美的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资料 青铜器 对 他找青铜器干嘛 是这样 陈梦佳在芝加哥大学虽然教的是中国古文字学 但是赵罗瑞在回忆文章《易梦佳》里说呢 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 只有四五个人 他到美国来 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的图路 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努力奋斗 哦 是这样啊 是 所以那段时间呢 陈梦佳着手完成全美中国青铜器的核查工作 他一边研究考古学 一边到处找中国的古铜器 当时陈梦佳是走访了全美四十多家 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 而且几乎是访便了所有跟中国青铜器有关的人家 博物馆还有古董商 不分贫富 只要是有青铜器的人家 陈梦佳一定会敲门拜访 他和所有收藏家 古董商还有博物馆几乎都有联系 还保存了所有的往来信件 他对古铜器这么着迷啊 是 陈梦佳每次搜集到资料以后呢 就立刻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 把这些资料整理成册 在三年里呢 陈梦佳对建国的藏品逐个的详细测量尺寸 拍摄照片或者拓片 而且记录青铜器的来源 没有办法拜访的藏家呢 陈梦佳就用书信的方式联系 最大限度的获取照片 拓片和收藏品的资料 根据赵罗瑞的回忆 除上述的编写庞大的刘美铜器图录外 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一些文章 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 周代的伟大 商代文化等等 在1946年 他还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来 合编了白金汉所藏 中国铜器图录 他收集了多少青铜器啊 数量非常多 光他亲手测量和记录名文的青铜器 就不下2000件 这么多啊 是 这个数字呢 可以说是大大的超过了日本人 梅元末志 在1933年到1935年编写的欧美搜储枝纳古铜精华七册书里边 记录的250件青铜器的数量 哇 都快超过十倍了 是 陈梦佳的研究 在青铜器的断带分类和明文研究上都有独有的特点 为中国的金石学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方向 嗯 看来他真的是很用心做这件事情 是 根据青华网的青华史院文章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记彩 1947年4月呢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周年举办东方学术国际会议 其中艺术考古组以中国的铜器绘画和建筑为主题 当时呢 这也促使与会的青华大学教授陈梦佳 梁思成 还有冯友兰 共同思考中国学术界和社会如何担当研究和传承的 中国艺术的使命 嗯 由于当时青华大学没有艺术系 陈梦佳有感于数年来古文物大量流出的问题 他向校长梅一琦建议在青华成立一个文物陈列室 以便将来能更好的研究这些文物 在1947年的夏天呢 为了搜集更多流散在欧洲的中国青铜器资料 陈梦佳从纽约飞往欧洲去了英法 瑞典 丹麦 荷兰等国家 查找中国古铜器 结束欧洲之情返回芝加哥之后呢 给他们夫妇提供资助的洛克菲勒基金会 建议他继续留在美国搞研究 他怎么决定的呢 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陈梦佳在1947年的秋天回到了中国 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当时他的太太赵罗蕊呢 还没有完成学业 继续留在美国完成学业 嗯哼 离开美国之前呢 陈梦佳特意跑了一趟纽约 向全纽约最有名的中国古董商 卢秦斋告别 他想劝说卢秦斋捐献几件铜器 他希望自己的努力对清华筹备文物馆有所帮助 在卢秦斋那里呢 陈梦佳看到了一件编号为A714的命瓜壶 后来呢 卢秦斋真的捐出了命瓜壶 命瓜壶呢 后来改名为四子壶 如今是存放在国家博物馆里的一级文物 他真的是很精心尽力啊 嗯 1947年11月 清华大学正式决定 筹设文物陈列士 以做大学文物馆 陈梦佳被委任为筹委会的主任 他为文物馆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利用学校给各系和图书馆播的购书特款购买文物 此外呢 他还为文物馆四处搜集文物 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文物陈列士的筹备工作里边 他上哪去找古董啊 机会来了 当时呢 中共的军队正好是逼近北平 很多清朝遗老遗少 还有一些官宦人家都准备撤离 陈梦佳利用这个机会呢 常常是进入袁世凯的妹妹袁世襄 还有一些大户人家的府上 购买私人珍藏的古董 这还真是个渠道啊 嗯 据清华史院的文献记载呢 经过1947年的12月到1948年4月 清华大学所有的文物已出具规模 其中商周铜器122件 玉器15件 石器29件 陶器73件 骨器包括一大宗私藏甲骨730件 瓷器4件 木器8件 杂器包括七器和千器一共10件 共计1000件 真是不少啊 是 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呢 陈梦佳的太太赵罗蕊 从美国学成以后回到了北平 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 很快就接替了系主任一职 同时呢 夫妻俩也搬进了朗润园的一栋中式平房里 不久呢 北平沦陷 中共正式进入北平 当时很多人劝陈梦佳夫妇去台湾 但是他们在考虑之后 决定留在大陆 诶 欢恩 说到这里啊 我想写一篇文章了 什么文章 蒋介石 没带走的大师们 文革后一个都不剩 嗯 陈梦佳算不算这些大师之列啊 嗯 问得好 不过香美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这个问题答案 咱们还是下一次讲吧 哦 是哦 那好 咱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继续讲成佳的故事 嗯 行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今天的《荣武百家》呢 就为您讲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咱们来一起揭开这个问题的民笔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